蘋果迷對新iPad反應熱情 上星期四在多個地區 包括香港率先在網上預售 蘋果發表聲明指新iPad網上訂購已經爆滿 交貨時間要延至3月19日 比上市日期遲3天 即是說如果蘋果迷想在上市當日得到新iPad 就可能要親自到門市購買 不過有消息指由於反應太踴躍 交貨期很可能會進一步延遲 訂購客戶要等到上市後3星期才收到貨 有本地網友表示 近日收到蘋果公司的取消帳單通知 如果你成功訂到新iPad就要留意一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張淑慧報導